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萨老夜面 虽然是一碗很普通的面 白白的面 但是它真的是我们萨老夜人人的主食 而是不可缺一的 因为我的手艺就是这碗面 我只有做好这碗面 所以我下定的决心 我去做这碗面 就是这样开始了 从一个档口到拥有现在专卖店的SRK 我的宏愿是把所有我做的面 成为所有萨老夜油脂的一个家的概念 所以当你在外面做工累了 当你受委屈了什么 想这个家了 就想到SRK 萨老夜面 真正若是没有猪油的 不叫成为萨老夜面 萨老夜面的那一碗面最值钱 最传统的就是最重要猪油 要做到最漂亮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上等的 它的中间那一个部分 才是最美的油 今天的SRK卖的也是以前的古早味 一模一样不乱来改变 所有一切的做法 包括我们的酱油全部 现在达到一站式的方式 我们都是自己做到完 所有一切的材料 包括打面 在整个吉隆坡 真的现在卖到断式 没有货不足货 快速面 我现在出的是两种 一个是干捞 一个是清糖 其实快速面 在我心中已经创办出来的是八种口味 所以下一次我出的是素食的 我要让全世界吃素的人 都可以享用到SRK的面 我们还是一半手工一半机器 所以做出来很Q很弹 我们还是保留着传统的概念去做出来 所以这一包面是我本身创办出来的 这个在我们萨老夜 叫做光饼 华语叫做光饼 真正富州人叫做公饼 这一个就是真正的萨老夜 代表富州人的传统 400年的传统 吃下去皮香又脆 然后这一个肉的味道 刚刚好搭配它 在萨老夜 罗杰也是一个主食 所以我们罗杰的酱 是我自己在吉隆坡 创下来SRK第一样的产品 所以这一个产品很好吃 然后最让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产品我没有任何加上一样的防腐剂 但是我的产品可以耐一年零三个月 也受到国家认证的是最好的一个产品 这个豆腐 有这个豆腐 有这个鱿鱼 这个就是我们萨老夜 罗杰 这个就是萨老夜人 世世代代吃的传统 这个就是我们SRK 提炼出来的罗杰酱 我们罗杰酱很容易做的 为什么我们的三色奶茶是这么好喝 我们的黑潭餐炉会去煮的 所以这一个很香很香这个三色奶茶 所以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萨老夜的三色奶茶 这一次拿奖 我也是觉得很高兴 也真的是承认了SRK的一脚一步一运 在这个社会真的是有人看到 真的有人认同 我很高兴 但是在拿奖过后的之后 我认为我们SRK所要做的 要把这一个质量是守得更好 好